即使取得了保護令 但只要想到跟踪男 可能還會繼續尾隨他 黃小姐不禁又流下眼淚 當初讓女方幾乎快要崩潰了 吃戀男媒體報導後隔天 還是一早就要樓下站崗 讓被害人實在無法忍受 就這夠危險了 這什麼 車子上車 目標向那邊 對面大樓保全手指男子 每天一早固定報到位置印象深刻 11號下午男子父母緊急報案求助 說兒子情緒失控鬧輕生 警消道場後了解男子被緊急送醫 警察人就說他好像在樓上想自殺 非沒有人認識他 他剛搬來不久 新北地院11號緊急裁定 暫時保護令 原本跟踪男日夜站崗 在女子住處 如今被禁止跟踪聯繫 暫時保護令明定 如果違反可處三年以下徒刑 拘役或病科十萬以下罰金 只是就算有保護令 仍然無法讓被害人感到安心 這樣被跟踪騷擾的恐懼感 一時間恐怕很難消除 介新北市綜合報導